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 木斋得知张子墨的新政府 已经为他们搜刮到了一万两黄金 心里得意不已 为了将这些黄金变成日本人的 木斋动起了歪脑筋 他导演了一场街头混混抢黄金的闹剧 闹得沸沸扬扬 而张子墨判断出这件事一定另有隐情 林秋燕也密切关注着黄金的去向 他决定联系张子墨问清楚黄金的下落 张子墨偶然间得知 这批黄金不是送往中央银行 而是要送到自己所在的东亚储蓄银行 他不仅大吃一惊 难道这笔黄金就这样落入日本人手里了吗 宋一昆派魏大红代人周密组织 成功截取了日本人要运往码头的五千两黄金 木斋气得暴跳如雷 但是却无法声张 只能说黄军的军用物资被截 要严肃彻查 只是几天过去了 却没有任何消息 林秋燕倒是松了一口气 即使是共产党截获了这批黄金 至少也还在中国人手里 孟客行长在吗 喂 进来 张部长 这是您之前要的这个月的银行出车记录 好 知道 那我先出去了 那我先出去了 喂 那个 张部长 关于储蓄方便的问题 我还有点资料 想再跟您咨询一下 我们老地方见吧 好 那一会儿见吧 是吧 你还没说到什么 就是一个月的银行 我还没说到这个月的银行 从小银行出车的银行 你还没说到这个月的银行 你的银行判 我还是在家里 他没说到这个月的银行 我还没说到这个月的银行 要真正的银行 我还没说到这个月的银行 行程 需要点什么 杯咖啡洗洗 好的 请照亮 什么事 你那边有木斋的消息吗 我想知道那车黄金 是不是要遇到中央银行 还是其他什么地方 如果有确切的方向 我想在路上舍负 把他们拦下来 我没有 我也在等他们的消息 都这么久了 木斋怎么会 一点洞见都没有 难道是故意不让你知道 不知道 先生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请慢用 车队 如果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银行还有一大堆事 等着我去处理 邱远姐 有新的情况 是 刚才到二十三 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 孟詹让先命队 把大连黄金 运往了多亚主编银行 是 是 为什么说话 你知道对吗 不是 我是知道 我不告诉你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怕我去劫持对吗 九亿 九亿 你听我解释 木斋 在这条路上 设下了很多陷兵队的人 你们过去就是自盗网 一软即食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 撕穿这些黄金 我们走了 九亿 如果你不能帮我 也请你不要阻碍我 你最好先留在这 不然我会认为你是去跟日本人告密 你们看好的 三十分钟以后再让他离开 嗯 明白 求愿 不是说让你再坐三十分钟吗 你喝你的咖啡 时间紧迫 我们只能随机一遍了 放心吧 我这点精力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么多废话 走吧 去往中央银行的路上 有什么动作吗 一家动作都没有 会不会出现什么新的变化 那为什么没有任何消息转过来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还要继续蹈下去吗 走 走 你来去哪儿 下来 这么快吗 走 喂 喂 李源 今天下午两点钟 咱们约好在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 我可能去不了了吧 我苏州这边啊 来了一个朋友 正在来东楚银行的路上 可是他在大兴路那边好像迷路了 我现在有事没办法去接他 你赶快让司机老宋去接他一下 记住 务必要快 我很担心他 好的 子墨 你放心吧 我马上让老宋去接他们 好 好 刚才李云传来消息 树木寨决定把黄金 送往东亚储备银行 正在运输的路上 林区院他们已经赶过去了 想要截下黄金 日本人在周围埋伏了很多县别 林区院他们现在很危险 马上通知卫大火 尽最大努力掩护林救援 是 来了 你的馄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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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装備被裡打了 - 凍 - 把襯 - 被打垮 - 把衣服 - 仇 - 把衣服 - 把衣服 再次攻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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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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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加拿大分 龍君太でき立ת 海银斯Res country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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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事情怎么回事 为什么得到消息不提前告诉我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可以提前安排的话 这批黄金根本不可能运进东处一号 我没想到修院会去找我 一时间把我控制住了 我没来得及通知你们 是我的责任 我接受处罚 对不起 我情绪不好说话大声了一下 我知道 这次黄金的事情 日本人让你背了不少的黑锅 你根本没法跟修院解释 但是你也不要早怪林修院 毕竟 不了解整个实情的真相 他更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大批的黄金 被日本人运进自己的银行 索性还好 他们人还安全 不想那么多了 还是聊聊 还是聊聊 之后的事情该怎么看吧 我觉得黄金第一次被截 完全是木斋自己设的局 其目的就是要把运往中央银行的黄金 顺利成章地运到东亚银行 真是一只饶货 打着保护黄金的旗号 明目张胆地就把黄金运到自己银行 确实是吃老虎的 我觉得事情还是有转机的 等黄金运到银行 我想办法弄出一部分来 可是黄金一旦进入银行 我们想下手真的很难 我知道 所以我们要见机行事 一旦有机会 我们立刻出手 也只能这样 最后还是日本人得选的 今天太险了 要不是他们突然出现 我们很难突破他们的包围 你说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难道也是为了这批黄金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为了救我们 他们会不会是共产党 小丸子有没有说 张子墨那边什么情况 他跟我说 张子墨是半个小时候 离开的 如果是共产党的话 他们怎么会知道 我们有危险 别乱猜了 现在黄金在日本人社里 想想接下该怎么办吧 这儿 这是你要的最近银行储备登记记录 目前最大的笔入库登记 是一万两黄金 好 我知道了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有了 您去忙吧 有事叫你 好 对的 这是金库的钥匙 您去帮我清点一下 已经入库的黄金的数量 到底是多少 我去金库 这不大合适吧 你去当然不合适了 但现在是我让你去的 我不让你去 你去得了吗 明白 请问 请问警商行长在吗 我有事想他汇报 是张副行长 那个警商行长出去印钞行吗 好 那我知道了 好好电视机 很多 tardy 听电视机 都发现了 李总� 来 真的是无视我们新政府吗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你觉得 我们是在为新政府做事 还是在为日本人做事 当然是在为新政府做事 那就好 说吧 需要我做什么 难道你不想跟我说说你的判断吗 可以 我认为 日本人是想吞掉 那没有入库的物件来晃劫 对 那我们就这么看着他吞吗 你有办法阻止吗 没有 所以你不觉得咱们俩在这儿 其实是有点多余吗 是啊 摆设而已 其实不单是摆设 应该是工具 真没看出来啊 是我多嘴了 我以为现在可以和您无话不说 谢谢 今天咱们俩说的这些 你就全当没说过 明白 好 那咱们就 省点心吧 你可以下班了 那您呢 我也下班啊 您要去哪儿 我去给您备车 那就辛苦您了 送我去我未恒妻那儿吧 真的吗 我们要去走 优优独装 我最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忙了一天居然忘了 跟你人约好去喝咖啡 送我去待机咖啡厅吧 好的 您日理万机太辛苦了 快把嫂子都给忘了 还有十分钟 快点 知道了 不能让嫂子等齐了 去吧 去吧 出了 发现 东亚储备银行里 只有五恰两黄金 所以我敢肯定 慕斋向大本营运输的物资 应该就是那 不一而非的 另外五恰两黄金 日本人 真是迫不及得呀 那五恰两黄金 现在会在什么地方 现在这五恰两黄金 一定就在大河央行 今晚十年前要运走的 也一定是这批黄金 我们必须要将这批黄金结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姑娘 我能坐这儿吗 不可以 但我有话要跟你说啊 你放心 在这儿你很安全的 我当时有点搞不懂了 坐吧 谢谢 谢谢 你是 林齐学老先生的女儿吧 是有最后 在你还是学的时候 最后一次来 我这儿是迷宫二十七年的二月份 我们老板很敬重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 这两道菜是他吩咐起你们品尝样的 你是这儿的老板 而且来这儿的老板 而且来这儿前一天 你在大街上还救我一个人 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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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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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啊 当时啊 我没能跟你当名言谢 师叔我不便表明身份 我明白 但你还是谢过了 不止那次 之后我每次来这儿的单 你都给免了 这点小事你忘了吧 真没想到 八老三三天老板竟然是 好了 不谈这些 来 我敬你 谢谢你 怎么样 遇到困难了是吧 没什么 但愿难不住你啊 今天怎么可以 向我表明身份了 因为你的身份变了 那你的真实身份呢 就是你现在知道的全部 来 大叔 我敬你 来 记住 有什么需要 你尽管开口 好吧 谢谢 记住 小心 小心 你 你们都是选择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必须拒绝 必须 必须拒绝到港 你明白吗 是 乘 出发しろ 是 走 准备行动 是 是 开车 询查 这是木斎的东西 谁也能认识 是 不听到木斎的命令 开车 开车 让开车 我明白了 明白 等一下 我沒問題 我現在就在後面 上车 速度胜利 是 是 是 上车 速度胜利 是 怎么样 有人员伤亡吗 没有 是 你怎么就不问我 有没有接到货物呀 要是没接到东西 你为大红 好意思来我这儿蹭茶喝 木齋这小子呀 这次真没敢大张旗鼓 负责保护的就那么几个人 所以我们才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木齋这个老东西 想要神不知鬼不觉的暗度陈仓 想得美 千算万算 还是算漏了这不起呀 是 是 我现在的货物是不见了 仍然 仍然 是 一般的货物是被杀了 一般的货物 一般的货物 都被杀了 不好意思 不可能 他们一定会得到最初的情绪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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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细的计划 不认识 外部不认识 哪里有问题 军党吗 共产党吗 找出金钱 使用任何方式 你必须找金钱 你必须找金钱 如果有数分内谈来 عل不悲务 你必须找金钱 这些内容 你不懂得在金钱 是 金钱 你一定不在乱 你会拒绑 公司 要找人 回来啦 想我啦 听说昨天晚上 木斋的军用物资被截了 消息准确吗 应该是准确的 你说这些人 截这批军用物资是干什么 冒这么大风险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军用物资 是黄金 你怎么知道 日本人处心积虑地 把这批黄金运到东储银行 背的就是偷偷运回日本 军用物资只是个幌子而已 那这帮人可真够不简单的 不但情报准确 出手还很利索 会是什么人哪 你觉得呢 共产党 应该是 可以肯定的是 这批黄金 已经被我们中国人劫走了 对吗 对啊 那咱们就省点心 急征精力地完成咱们的任务吧 也是 是 人都散出去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 你说你们一个个是干什么吃的 都是饭桶吗 要是找不到这批物资 你让我怎么向什么人交代呀 对 主人骂得对 属下无能 知道了还在这儿废话 还不认真的给我去找啊 小的也想快点找找 快点交差 可这批东西 他昨天晚上突然一下子 人间蒸发了 这江湖上各帮派都打听了 都不知道啊 你 这一次不比以往哪 不能再只做做样子了 你知道这一次日本人 丢的那扯东西是什么吗 那不是军用物资吗 屁 军用物资 用得着老子这么卖力 给他们找吗 那是什么 大黄鱼 黄金 所以这次你们得用点心哪 马上到大街上去贴告示 重金悬赏 只要是给我们提供线索的 就给他们钱 不 要什么给什么 都过来看看了啊 政府有令 凡提供跟昨晚丢失的军用物资 有关的线索的 一律上黄金 一百两 一百两 这是这条线索的 昨日一批正在供服军用 一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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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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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一百一 我摘费了这么大劫 好不容易才把这些黄金弄到手 转眼间就不翼而飞了 谁能放不住 想过我们怎样 才能把这匹黄金 连出上来吗 想过 但不过现在还不是让我们特殊 目前日本人的戒飞 积极死眼 以我们现有的力量 分难才却直接选择 他们不是一直在找我们吗 那我们就不多着 主动出击 来得个先发之人 我发现你现在鬼点子越来越多了 讲点 不要暴露 等等啊 看看看看 看我别这么不好啊 这是直接的 咱们来一等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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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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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